Hello 大家好 我是MK 歡迎回來 花惟下篇 今天是時候來玩一下爆發機的遊戲 就好了 廢話不多說了 上一集就說到 艾莉卡在找 《白雨搜火》不見了的劇本 很堅持地要找 但現在最好的方法 其實就是重新寫過一本 但我不知道艾莉卡也要這麼堅持 今天這場茶會上的典心 兩粒菜糕 我不會讀 每一來就有一粒字 我不會讀 那麼失威才行 之前一直都是西式典心 換個口味都不差 我塞到整嘴都是 也是他那些很classic的色笑話 我剛才這樣道歉 不加黑物的菜糕 哪有魅力可言 莎莎貴姐姐開始跟我的菜糕 吵了一些黑物 我順便聽她新問聖日室夫的東西 你不是啊 你真是方不宅路 問草莓她怎麼回答你 看來這條人連嘲笑一下家裡的資格都沒有 有名的是 聖母瑪莎的夫人嗎 在授業上習慣了嗎 誰這麼空間 留一張紙條在玩我們呢 到底 是嗎 家車一臉亡然 阿妹在旁邊為她 罰她塞蓋上面的黃豆粉 一邊講道 是嗎 咦 為什麼這裡會出現她留下的線索 原來是怪談來的 聖日室夫的階梯 班長嚇到虎區一陣 於是就好像昨天我向後期解釋的一樣 沙沙桂阿妹都向班長說明了一次 什麼奇跡 認定嗎 沙沙桂阿妹都向後期解釋的奇跡 認定嗎 沙沙桂阿妹都向後期解釋的奇跡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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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懂 沙沙桂阿姐露出了很佩服的表情 而阿妹就會心一笑 其中一點就是屍體不會腐爛 她說到班長突然沒有精神 是嗎 是不是對班長來說太恐怖 這件事 沒有理由 但 死後五十年以後 死後五十年以後 右腕 切斷了 時 鮮血 那件事 這麼噁心 那時候的血就臭了 在屍體上運行了五十年 嚇到她 她粗暴地把茶壺放進來 中斷他們的對話 把聖人的事講成鬼故事 真是想怎樣 啊 Xav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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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 是新年快樂 哪 只憑這個描述 大約可以猜到老師的自用之 聽到這一句話,茶會上大家都苦笑著點頭 我得讓,照著這個話題下去真的好嗎? 這真是小女女茶會的感覺,大家喝喝茶,說一下綽號的無聊白痴 大家都覺得很有趣,果然是這個學校裡面的大小姐,似乎都沒有被人起過綽號 一人覺得這些東西太過時,也有人興奮不疑 幫她用具改曆清,這麼奇怪 對自己的茶會和背入著特殊感情的班長開始雙眼放肝,其他同學也是 這種感覺我沒辦法理解,我也是,其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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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呢? 又這樣必要什麼,認真 女人是說這些 說多一本,我僵住了 方方張張看著我,但是我這個反應不是因為想起運版真由你的東西 是不是跟...推理有關係? 就是,班長的呼吸聲逐漸消逝而變,我陷入了沉思 是關於清浩事 哇,過場景不同了 是不是進去了... 巧奇千鳥條線上 這個過場景是什麼事 我是她的視覺,我明白了 天主教的建築,為什麼這麼凌亂呢? 這條柱,牆長,連槍都設計得這麼複雜 就是令人覺得煩躁 以至於身在其中的時候,連遠近都把握得不好 無論我幾次咪起,我可以睜大自己的眼睛都是這樣 所以,因這個而起的雜戀回音都令人身心厭惑 腳步回蕩之後,那個人在耳邊含糊地說 我頭都不會回應 我頭都不會回應 巴松煥和我在哪裏 她戰戰逆逆地問 是這樣 說的聲音這麼輕,以至於不專心聽 根本聽不到 不行,連十字架的大小都看不清 我正視線在講壇上移開回頭看著她 眼前出現了白於蘇方的身智 沒有變大也沒有縮勢 我鎮定下來認識著她 青絲壽長,玉備纖細柔軟 柔軟 領口處露出了的幾乎白節通透,好像大里石一樣 我一步一步向前進 注視著她發臉想起了端狀 這個對於她來說,有點平庸至極的形容詞 這個是等內心最為柔軟的部分都深深觸動的美麗 同色的Amiti這麼拼命都是理所當然的 還不是喜歡她 因為她的樣子所以喜歡有素方 千鳥 我單刀直入打斷了她說的話 仿藥,應化散落,她臉頰逐漸染上紅雲 一層一層一層再一層 不知為何是胸口的泛門 越色越厚 看來她是有點疾度,但不明白 疾度是疾度蘇方還是疾度艾莉卡 她到底是喜歡蘇方還是艾莉卡 我都覺得說真的 由事實出發,我覺得千鳥的方法是比較穩妥的 但可能這樣做,有一個壞處就是 蘇方永遠都會承擔了這個責任 因為她不見了本事 就算最後一件事很順利 但可能是假如順利 但蘇方也是脫離不了她的責任 但如果找回就不同一點 找回的話 蘇方就好像打消了她的錯誤 她的手不自覺地覆到胸口 似乎在壓抑著某種莫名的痛楚 不知為何把蘇方的一憑一袖一戚 換成了我幼時最純粹的感情 那種痛切心扉的感覺 我的聲音在聖堂裡形成了一陣令人反胃的回音 之後逐漸散去 我到底在做什麼 眼前這個人根本沒有可能會明白 但現在很想離開這裡 我都察覺到這一點 她應該是祈求至成功 廢話 大家付出了這麼多努力 她說得對 她跟我感覺上是一樣 可能 可能艾莉卡就真的 對這件事成功的期望 反而是低於蘇方 某種程度上我都是這樣想 要抓住范連的白痞 不想令人看到失敗的樣子 雖然她是這樣說 但這些全部都是 看著眼前的白痞素芳 不由得變得焦燥起來 在這個時候視線 為何偏偏不會變形 那她不應該執著於劇本 再次聽到她說這句話 我忍不住反駁 但她只是微笑地看著我 但她只是微笑地看著我 你真是溫柔到 好像天使 她這樣說 回想起昨天的互相反駁的場景 反駁的話語已經送到嘴邊 但一看到白痞的相 像這樣彷彿可以把別人吸進去 心碎乞嚇 我甚麼都說不出 我覺得她透過我 我正在注視著另外一個人 不是 我也一樣 透過八重門 艾尼卡看到那個小孩 哇 你的感情真是又複雜又錯綜 我不會說錯綜有罪 但真的很麻煩 好像把東西炒成一碟一樣 聽到他這句說話我抬起頭看著了光碳 仰視著那個十字架 然而他在我的視線裡面依然是扭曲的 總心來了大哥 讚有事配上眼鏡 很久沒看到活著的甲子 我這樣想不到 透過走兩個窗戶可以看到一隻猜色在細脂上的甲 在調查性約失敷的時候 在相關繪花扁也看到甲 但這隻活的甲就跟他們不一樣 總覺得有點可怕 光滑到令人覺得奇妙的質感 鳴叫聲和動作 最令人覺得害怕的是眼睛 完全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可至於視著他那個走得左顧右盆的姿態自然治愈 多得這件事還可以被稱為和平的象徵 這隻眼睛真是令人討厭 我想起昨天和我喊過架的Amiti 不是應該是喊架對我們來說是正常的模式 什麼 側家發現了我存在狡猾地和我對峙 彷彿時間停止了 就是被你嚇倒了 正當我老爽貓這樣笑的時候 他就震逆轉去就像那人一樣 不是 逃走的人應該是我 在家親人的身邊 路海被抑鬱的事情佔領 我搖一搖頭開始整理到裡面的線索 接下來就要稍微進行一下解謎的彩排 確實在是小兇的消失櫃 不是啊又來 我一點頭緒都沒有 真的一點都沒有 怎麼玩 想起真犯人的那一方面 再次搖一搖全部都是卷毛 頭開始消息的劇本事件 嘩 我頂不上 第一次一定過不了 如果第一次過到 我真的切磁都可以 首先定義一下這件事的性質 我曾經認為劇本不見 是由不懷好意的第三人所犯下的罪行 這個真的正確嗎 劇本遺失是事件還是事故呢 save啦 不用說了 大佬 不save是出事 惡意引起事件 非誘惟事故 做出於善意偶然引發的事件 嘩 雙風 我覺得頭一個應該不是 因為他剛才說法 他說到他以為是人家惡意收 但是他說話的文法 就自然不是 他曾經認為 挑釋是不懷好意的第三人罪行 但是這樣 我覺得他真是否認 不是第一個 但是第二個 我覺得也不是 因為第二個 感覺是 沒什麼可能 他特地留下了紙條 所以我覺得可能是第三個 他不是想挑釁 他只是很快速的 說了這件事給我們聽 但我們可能誤會了他是挑釁 所以那是第三個 考慮為何會變成這樣 而且還有一個謎團 筆記上面聖約失夫的意思 聖約失夫意味著什麼呢 劇本所放的位置愛情 旋轉樓梯 基督父親 應該是劇本所放位置愛情 這個 之前有提過 我覺得是 應該是 戴回頭盔先 整理完畢 我望著一眼 甲亭和樓的那條樹枝 向著星堂走過去 麻煩讓我回答一次 可以嗎 我真的沒有回答過 玩這個東西 麻煩一次大把 推開門的時候 響起了一陣吵雜的聲音 在門後面 港台紙上看到被我叫過來的兩個人 白禹素芳和巧琦千鳥 白禹的眉色中 似乎帶著少許群繞 而巧琦就向過頭來焦燥的目光 就像大天使加伯烈 說給瑪利亞受引的宗教畫 這幅宗教畫描寫的是 為神子著床獻上祝福的大天使 和得知自己懷孕之後困惑而動搖的聖母 為何這麼生氣 沒有,就在上面這樣反駁,表情就變老實了,下一期背過面去 8月就好像一開始就知道劇本所在,所以這樣講到,我點頭 我抬起頭看著港壇上面的十字架 我這樣說 當然了,這個極力避免跟別人扯上關係的下家 當然沒可能知道專校進來之前所發生的事件 我看著那張曾經放過劇本的燈 原來,這個紛失事件沒有犯人 沒有犯人? 究竟是自然地起的事件? 那是好 笑得到嗎? 當然動物也不能說動物 風吹著飛了 就算了 就算了 真是玩夠他 好奇講到,爬爬爬頭在正式說明件事的來領去物之前 按照彩排時整理出來的紙簽組織好語言 剛才說過 沒有犯人的悪意 但是 善意的就是善意 善意? 聽到完全沒有預料到的轉節 他一連網也難得看到這樣的距離 我忍不住微笑起來 聽到怎樣看來我真的很覺得 對 是 Xurahane 在某些機械上的禮首 放著標籤 我不會以忘記好 davon 快點 說到這個說明 看來我真的正確 好開心 我第一次在這遊戲中推你 是真的正確的 是很難的 每次都造成1% 大小的 等待 那才異質物 唯一 他招嘲著白語 疏恥同伴理解她的疑問之後搖一搖頭 她充滿敵意的視線 混雜著一絲困惑 我這樣問 但書也有啦 哈利波特 小說也有看過 原來她有看過 她有沒有說 所以耶 這種題目 我也不知道 雖然這個姿勢沒什麼意思 白衣代替沉默的巧琪發出了吃驚的聲音 和張開眼睛 用手指夾著她 在兩個人的眼前放來放去 白衣目不轉 呈望著這張紙片 即使看到這句留言 也沒有領悟背後的訊息 也就是說她也沒有聽過那件事 這個聖26日請問 我的名字是用手指的 希望這個姿勢 我一邊笑一邊拍著腳 對視一下Mitty只是露出了不愉快的表情 我把那場閒聊裡面出現了的綽號話題話給他們聽 幫人或寵物起雀號都可以理解 但我潛意識裡面一直認為只有生物才有資格或愛情 我的那種苦笑 百里似乎策略都想說什麼 牽著一隻阿蠻視視周圍 但仍然一頭沒水巧 其焦躁地問 所以說你到底說了什麼 對 日本でもあるが海外は特に建物に愛称をつける文化があるんだよ オペラハウスなんかにな 例如 元々ドレスデン国立歌劇場って言ったんだが 建物の建築に携わった建築家 ゼンパー氏にちなんで ゼンパーオーパーとも呼ばれてる それ以外でも最寄りの通りの名から愛称がついたり 初めて公演された演劇の演目からつけられたりする例もある それって… ここにある意味がある 台本はここに埋められない ここにある意味は 目光線を見ると柔和する 等待我揭開謎底 對,我就是這個聖ヨゼフ的位置 建築物的愛称 然後… 這樣就有了 聖ヨゼフ劇場 或是… ヨゼフ座 但是在哪裡來的呢? 我姚泽倫於向聖堂有質感一線常閉的門話去 這一門,這道門從來沒有開過 也沒有帶上什麼歷史維穎 我一直以為這個後面只是道具室 我看著阿迷惑的兩個人這樣說到 嘩,這麼開心仔 本來以為走向下面 前往劇宇的通道就是樓梯 沒想到有一半是斜佬來的 還是這樣,我才不用勞犯他們 去驅使倫爾前進 通道裡面閃過分暗的燈光 暗火不指引著我們前往異世界 陰涼的潮氣潮上幾乎迷霧的黑暗 吞噬前流 此情至今幾乎令人忘記 這個時值升下 初踏入的時候 要是通道很長,實際上根本沒有多深 再往前走 看到一線好像同樣風格的大門 用手指按住黃銅祭的手把 之後 嘩,地下劇院啊真的 嘩 我藏起了一個這麼大的劇場 在禮堂旁邊 嘩 有些料啊真的 對於巧琦的第二有無聲點了點頭 我對這個好像電影棚那樣的地下劇院 質目而示 嘩,有點故 我眼視著被蒙龍燈光所籠罩的劇院 最初的演目 聖ヨゼフ劇場 或是ヨゼフ座 告訴他們 筆記上的內容的意義 我只是在說 我把三本劇本帶上去地下劇場 箭頭的質素 在提示那些洞察力差的人 應該是前往地下方向 在學院裡有這樣的地方 焦燥感完全散去 巧琦打亮著這個劇院 忽然前來一陣 微弱悲鳴的聲音回頭過去 他好像幽靈一樣在劇院深處走出來 手裡拿著為食的三本劇本 見到這件事巧琦慌張看向我 不然 犯人還沒有 小米角先輩 先把大本確保 做什麼? 巧琦你不是白癡到 覺得他真的會偷偷那本劇本下來 雖然那一瞬間我也有這樣想過 八重垣さんの言う通り ここに置かれていたなんて 持ってきた人は誰か分かりませんが 善意からだったんですよ 朗読劇の日にちも迫っている 本番を行う前にリハーサルを当然していると思ったんでしょう だからここに置いておいた そうだったの そう 確かにそうね 本番前にここで一度合わせておかないとね どういうこと? バスキア教諭が言ってたろ 朗読劇は年に二度行われるって 私たちは初めてだが 上級生 真是 幫我們拿這本書過來的 是高年級新來的 コミカド先輩は すでに朗読劇の経験がある ここで朗読劇が行われることを知ってたんだよ 短暫の沉默 こういうふうに見つけたら こういうふうに見つけたら 初めからメモ帳をコミカド先輩に見せておけば すぐにここに台本が置かれていたというのは分かっただろうね ははは 上級生はみんな この地下劇場の愛称は知ってたんだからな 愛称? ヨゼフザのことですか? 小羽門前輩理所多言講出這個名 雖然知了一點 但也有種漁式負重的感覺 完全是兜了一大圈 想到這件事 連巧琦都根皮力盡碎下了 でも台本が見つかってよかったわ これで本格的稽古ができるわね 最後無事 はい 本当によかったです 白羽は小羽門前輩の前輩で 接過劇本 後分かって下家として 大本を見つけ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 エリカさん 私 本当に嬉しいわ 妖精よ お前のためじゃない 聽到的話 她の絲毫動搖 驚字眼微笑著 總覺得我這邊士氣大減 只好闊龍下頭髮來掩飾 幹嘛你嚇醋啊 你嚇醋啊 聽到她的意義 正準被反駁 就是發現她的目光不再那麼焦躁 自己是認真地看著我 猶豫了一陣子之後點了點頭 你自爆啊 你還想不想追求女人啊 幹嘛要自爆 怎樣追求女人啊 看著低語著Amiti侄念那副 早已經看穿一切的神情 竟然和閒麗豐富的二姐姐有幾根神似 不由得想過因為感情失禍而被我拋下的家人 你 魔女的表情 上手就成功了 咦? 我就是想看你的最高的演技 在特朗席上 你倆的演技 啊 你們倆死了好可愛 她先是疑惑之後腦出了一副震驚之極的表情 但是 你看看 是亞馬丘和專輯的違法 你看看吧 這樣哄一下就開心了 女女真的要哄了 這個古怪Mitty腦出了 跟年齡相襯的少女 無下的笑容 無扣的笑容 扎下都斷言 我最後是亞馬丘 咦 我不是為了你 我是為了別的女 啊 你說這些話 網讀劇當日 那今集的發文影片就來到這裡 那就開心的 解決了一件事之餘 我還以為她最後都傻傻傻傻傻傻傻 咦 我不是為了你找一本東西 大佬是混淆了 你現在 咦 其實 我們是為了大家才這樣做的 那好吧 大家懂不懂 大家下集再見 拜拜